这个方向一定不会错 一个人的生命规律就像自然生态一样 奈何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面对生老病死 这座山 一般人是非常无奈 非常被动的 却又不得不去接受面对经历 我们学佛要经历很多的理解和实践 积累出无漏的功德 慢慢地才会超越生老病死 站在智慧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生老病死的困境就不再是困境了 时空的障碍决定于维度的高低 当智慧维度提高了之后 这种障碍就不存在了 世间人也说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佛教的这个相信是有着大智慧 真实的功德力在里面的 会启发我们走这个方向的信心 最后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不虚的 我们相信佛不妄语 佛也不会欺骗我们 我们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修行人 从小学佛 出家修行 生命的最后是那么安详自在 充满自信 有时候我们也在想 学佛之后能有一点感应 有一点生命体验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么多年思考的结果就是 首先不能骄傲 有这些体验并不代表 我们的善根有多深 有可能恰恰相反 正因为我们刚强难化 佛菩萨慈悲 才让我们体验一下佛法 不是假的 如果我们把这种体验 变成修行的动力 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慢慢地解答这个题目 就能对诸佛菩萨 升起信心 所以 没有这些体验的人 说明有可能很好 已经毫不怀疑 很自信地走在这条路上了 有些人 如果不经历这些生命体验 有可能会怀疑 自己选择的路 会走不下去 因为感官上 能直接感受的东西太少了 怎么去规避呢 所谓的功德 都是我们感受不到 看不见摸不到的 大象是无形的 大阴是牺牲的 我们怎么于那个大的象 大的阴 大的理 去生信呢 作为人这种动物 就是依赖感官 在摸索这个世界 怎么会相信 感官以外的东西呢 佛告诉我们 凡所有想 皆是虚妄 我们要怎样拥有一种 理性的智慧 去否定感官 看得到 摸得到的这些象吗 明明看到的 这就是一面墙 谁会去撞呢 这就需要我们的信念 去超越它 然后修到超越自己的四大 用理性来统领它 然后聚集各种各样的功德 当功德成体了 跟佛菩萨感应了 佛菩萨的体 在我们的生命里 开始徜徉 变成我们的体 这个信心的体 才能够带领着 我们的四大 正报 依报 才会发生转变 那一刻 我们会发现 自己的人生观 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现在 还没有证到这个结果 就要靠心中的信念 所以 往生极乐世界 有的人是活着 就正得往生 有的人是 灵命中后往生 我们现在依着 学佛的概念 相信死了之后 神石能够穿墙 穿山 穿水 穿火而过 如果想修到 肉身成道 就要好好修 这个方向 肯定不会错的 正如黑客帝国里面的 一句台词那样 我并不是来告诉你 一切将如何结束 我是来告诉你 一切将怎样开始 佛教也有一句话 叫失败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没有开始 一个是中途放弃了 只要我们能够开始 和坚持不中断 结果一定是成功的 一个人 如果不这样修行 那就是普普通通的 爱恨情仇一辈子 终将万般皆不去 唯有夜随身 对你是否 要怎样 今年 我 我 坐在 kon 我 我 后